哈喽你好我是康祺你在收听的是由BFM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之开门新趋势 每周和你一起聊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马来西亚国际食品展的策展方Constella 那么我们不聊Constella这家公司 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来聊一下马来西亚国际食品展 因为无论是充满多元文化多元风味的这个马来西亚美食 要走出国门啦还是这个国际的餐饮宴者 就发现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裔的市场 好像蛮有商机的 他们想要进驻到马来西亚的市场来 都需要一座桥梁来达成这个贸易往来的 那么马来西亚连续20多年来呢 都有举办所谓的这个国际食品展MIFB 甚至在2019年的时候就受到大马记录大会的认证 成为国内最大的饮食贸易博览会 那么究竟这个所谓的博览会要如何把超过3亿令吉的这个商机 集结到一场展会来呢 马来西亚的餐饮产业到底又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商机 我们今天就请到了Constella的活动总监Helen温海伦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MIFB的一些具体细节 欢迎Helen 哈喽 康熙你好 Helen 其实就像我们开场提到MIFB是经营很多年 而且就像我们讲的它是有受到认证全马最大的一个规模的展会 像这样子的一个展会 其实一般来说都是由哪一些单位来参展 我相信很多都是国内外的餐饮企业对吗 是的 通常在MIFB的展览上面 我们看到大多数有70%的是来自外国的参展商 然后30%是本地的参展商 OK 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是的 因为主要是这些参展商看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 而不只是看到马来西亚的市场 他们也看到透过马来西亚可以进军到东盟的这个市场 这是我们很常听说马来西亚是一个门户 走出这个东南亚的门户 那我就好奇你是食品展 像我这么贪吃的人就会想说 是不是都是一些食物的公司啊 饮料的公司 还是说可能锅碗瓢盆或者洗碗机也能够去参展 基本上是所有关系到餐饮业的 包括他们的完成品食品 就是到最后我们再吃的再喝的 我们最关注的 或者是在过程当中 他们的加工的过程 所需要用到的机械 或者是一些创新的包装的产品 都可以在我们MIFB里面参展的 我这样听下来我会想象它应该会是一个侧重于B2B的这个展会 比较少是B2C的博览会 是的它不像一般的食品展 就是你进来就是做很多food 试吃啊 对当然我们也是会有试吃了 但是它的比例不会跟B2C的相对之下多了 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可能食品加工的制作过程之类的 这些东西是你可能在生活环境当中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但是在MIFB里面你就可能可以看到这些过程 了解 有的事实这个最重要 可是在这个筛选和过滤的机制方面 其实MIFB有没有一套这个参展的门槛 比如说你的企业要达到怎么样的规模 你才比较适合来参与这个博览会 会有这样的门槛吗 基本上一定的门槛是会有了 主要我们会看在 比如讲说如果是外国公司要进来马来西亚的市场的话 当然我们也需要确认他们是这个企业是有这个合法性 有相关的那个执照来可能是export出口他们的食品到马来西亚的市场 马来西亚在控管方面有一定的那个standard是要去follow的 所以这一个方面是我们会着重在看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必须是跟餐饮业有关的 就像你说生产线上面的一环 是的主要我们是要确定我们的一个贸易展的那个专业性 而不是说你卖不相关的产品也可以进来 到时整个展览就变成很杂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定的门槛 那么至于他们的那个在他们的那个经营的规模和业务能力方面 他们也是需要确定他们是有这样子的能力 已经ready to export准备出口了 或者是准备去做这个国际销售 那他们就可以来参展 当然有一些本地的企业他们还没有ready的话 他们可能就需要政府方面的一些协助或一些补助之类的 了解 所以其实规模也是很重要 可是这个参展者他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会不会是在申请参展的过程当中需要准备文件啊 让你们审核啊 还是你们怎么去做这个所谓的过滤 通常如果他们在国际市场 或者是在他们本身自己的国家 是有一定的那个establishment 就是可能比较长久的那个年份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让他们过关啦 但是如果是比较性进的公司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做比较多的背景调查 可能在他们的公司方面 我们可能是需要看到他们一些注册的文件 或者是至于如果是商品要进来马来西亚的 我们也会想要看一下相关的那些成分 或者是他们是否有达到健康局的那一些 最minimum的requirements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着重在看的 合法合规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谈谈MIFB本身好了 因为Constella有策划这个MIFB的经验 所以要策划然后要筹办 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这个饮食博览会 我相信一定不容易 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那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必须要攻克的难关 而且我相信在冠病疫情之后 所有的事情都不同了 然后很多的这个作业都出现变化 其实你们有没有需要攻克哪一些挑战的呢 我可以很确切的说目前两大最明显的挑战 就是人力方面还有就是那个通货膨胀 人力方面是因为在疫情之前 那个展览会都不能够跑 所以就变成很多公司迫不及的情况之下 需要把一些有经验的比较老教的那些员工给辞退 那么当然这些人也不可能在这两年里面不做什么东西 他们可能也就另谋高就了 所以当展会开跑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到有经验的人来去跑这个展览的 所以在你要做很多的这个细节的对接方面 其实就面对挑战 是的 不只是我们这边筹办方的那个人力短缺 甚至是帮我们搭建摊位的 他们可能在员工方面也没有办法在 就是我们通常是用一天前的时间来做这个搭建的工作 他可能因为人手短缺的问题 没有办法在我们设定的时间里面把摊位给搭建好 这些都是现在目前我们展览业所面对到的问题 哇那你们是不是在后疫情时代 重新的办这个实体的博览会 就需要把很多筹备的这个时间跨度给拉长 比如说像Helen你说一天搭建起来的这个摊位 可能你要两三天了 对啊但是两三天对我们的成本来说 就变成这样 又变高了 对我们就变成说要跟就是展览馆那边 再租多一天或两天的时间 这些都是成本 明白 其实讲完这个挑战 我相信我记得我跟Helen之前聊的时候 你说2022年2021年2020年 哪怕是关闭疫情期间 你们也还是有在线上去办这个博览会 所以回归实体的这个2023年 其实用哪一些亮点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虽然挑战很多 但总会有一些变化吧 今年2023年我们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变成说我们自己本身也需要灵活的变通了 所以在今年MIB上面 我们就做了很大的更动 就是很多东西我们都数字化 就包括我们以往可以用胸牌来辨识商家或买家的这个举动 我们都使用e-batch的system 就是你就是用我们的那个digital event platform来show你的e-batch 然后你就可以进去我们的展览 然后同时所有的directory 以前的那些商家目录 这些东西我们都放在这个数字活动的平台上面 那么你可以即时收到资讯 通知 对 他这个平台同时呢 他也是有在用一个就是AI-powered的business matching system 他的意思就是他可以自动的双向推介买家跟商家 帮你做这个配对 然后你们就可以有那个one-on-one的那个business matching的那个meeting 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对你的investment在参加这个展览方面 你比较能够容易达标 因为你就不用逛完整个场地 你已经知道哪一些是重点买家 或者是哪一些是重点商家是你要约谈的 这些都可以预先透过我们的这个数字平台 活动平台来实现这些东西 所以在2023年我们主推的是要实行无纸化 所以没有胸牌也没有printing 也没有directoryprinting这些东西 相对之下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之前的运作成本降到最低 或者是甚至到零 是而且可以减少浪费 在成本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能够达到这个 相信也是餐饮行业很在意的 所谓的绿色和永续发展 可是Helen我想问 你们办这场展览 就是现在回归实体 那么过去的线上的这个模式 还会持续吗 今天会不会是一个线上结合线下的形式 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在变通 当然疫情期间我们很常就是用那个 virtual event在跑 线上的event 但是无可否认其实我们都比较prefer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接触 面对面见面这些东西 谈合作各方面的 当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科技一直在进步 我们不可能因为这样的样子就把原先已经花时间在做的东西 然后把它给泡在一旁 当然今年MIB我们所做的那个virtual event platform 它同时也会让我们的参长方有所谓的digital booth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到马来西亚参观的 他们都可以在线上去跟这些exhibitor去交谈 因为他们的所有的资讯 包括他们公司的company profile 他们的产品资讯全部都会放在这个数字平台 那他们就可以从这边获得这些资讯 甚至是如果想说我想跟你约谈一个virtual线上的meeting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到 明白 我们回到这个MIFB的主轴来看的话 其实就像开场提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背景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餐饮行业很活跃 在国内到处都是餐厅 不同的这个风味 不同的这个餐点 可是问题是从国际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因为你们办的是国际的展览 马来西亚的餐饮行业的竞争力大吗 其实是蛮大的 当然相对之下有竞争就有supply demand 然后也有生意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外国的商家会愿意进来马来西亚参展 然后来去explore一下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market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market 适不适合他们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或者是他们是否只是想要透过马来西亚进军到 可能临近的国家 像新加坡像泰国像印尼这些都是有这样子的可能的 其实刚才Helen你提到两种情况 一种是她本身就是对于马来西亚的市场是好奇的 她想要看看这笔外资我是不是要投入到马来西亚的市场 另外一个情况是说她要把马来西亚当门户 然后开发临近的周边国家 其实这两个不同的情况 Helen的观察是第一个情况的比例比较高 还是第二个情况的比例比较高呢 其实都是第一个比例比较高 然后他们就会变相就觉得说 我也可以看看一下周边国家的那个市场 通常其实无论如何到最后 都是马来西亚我们自己这个国家 benefit到这些外资的投资 其实Helen你怎么去看马来西亚的优势 因为你看在泰国美食也很多 然后新加坡的餐饮行业也非常发达 印尼更不用说了它人口也很多 中国的市场也很大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马来西亚呢 我们其实有哪一些优势 其实你觉得是吸引外资的 相对之下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本身 就是一个我们讲投资友好心国家 比较business friendly的 无论是语言上或者是做生意方面 我们的那个政治是政治 如果比其他国家相对之下 我们也算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这些都是 就是这些的稳定度吸引到这些外资 想要来到马来西亚 甚至是透过马来西亚去进军其他的市场 如果你是看其他的国家 可能印尼或者是泰国方面 他们可能语言方面不比我们 不同嘛 对跟我们不同 但是在马来西亚 你要说中文也可以 你要说英文也可以 这些都是我觉得 还有就是我们的亲和力 这些都是我们主要吸引到外资 进来马来西亚的一个原因 可是Helen 马来西亚毕竟有一大部分的消费群体 她是亲征的消费者 所以可能很多的国外的资金 或者是国外的餐饮业的商家 她可能就会认为说 要有亲征的认证 Hello的certification 她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门槛 市场需求不一样 如果她想跑的市场是针对亲征的话 那么他们肯定会觉得 马来西亚亲征这个市场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市场 当然马来西亚亲征方面 如果比其他国家 像日本印尼的话 其实很多国家 穆斯林也是比较倾向于 由马来西亚 Jack Kim所发出的 那个执照的哈拉 他们才会看到说 这个才是真正的哈拉 有保证 比较有credibility 有信誉一点 但是如果可能其他国家 发的那个哈拉certificate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个可能在 可能他们看起来像是亲征 但是也不完全是亲征 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顾虑 但是这些是针对那些 要进军亲征市场的 但是马来西亚是一个 多元种族的国家 所以有一些东西 可能比如像snack 这些东西不需要亲征 了解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看到中国很多这些食品进来 他们这些零食 都是看中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市场 其实刚才Helen提到很重要的一点 她也是某个程度上 能够为马来西亚的市场 引进资金 或者是引进一些投资的商机的 很好的机会 因为马来西亚所发出的 这个亲征认证 是受到国际的这个信赖的 其实最后还是马来西亚市场获利 是的 问题是 要出海的这个企业 Helen你自己都说了 它要有一定的规模 那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 在本地的这个企业没关系 它可以有政府的这个支援 或者政府的这个投资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途径 可是对于新创和中小企业来说 他们可能就会担心 自己的这个规模还不够大 那如果他去参加MIFB 他能够怎么样 从MIFB来获利 通常对于这些新创 或者是中小微型企业来说 他们在MIFB参展 主要是去试探那个市场 OK 试试水文 对 试试水文 同时就是他们可以利用MIFB这个平台 接触到一些国际的商家 从而获得资讯 就是现在目前最新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 去到国外去做这个参考 但是MIFB的这个平台 是一个国际展 就是一个很好的platform 给他们去试下水文 或者是去了解一下 到底现在的趋势是怎样 有什么创新的东西可以带进来 或者是有哪一些企业 他们可以去洽谈 或者是去拓展他们的海外业务 透过寻找外国代理 这些都是他们能够有的机会 在MIFB里面能够做到的东西了 还有增加曝光率之类的 OK 其实在MIFB过往的这个展会上 2023年还没有发生 但是202221 2019过往的这些展会上面 有没有哪一些案例或者是合作案 不一定是透过MIFB来谈成 但是他们就是因为MIFB的场合上面 有互相的认识到了 有没有哪一些合作案是让Helen 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其实有很多 因为通常在展览会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很多MOU的签约 就是基本上双方达成意识 我们可能接下来的六个月 或者是一年里面 我们可能会朝这个方向 一起去explore 我们是不是有 怎样的collaboration可以一起做 甚至是开拓新的产品 或者是把两个国家 不一样的风味给结合在一起 再重新推出这个市场 这些东西都曾经在 MIFB的这个展览上发生过的 那好比有一个例子 就是之前有一个 来自泰国的食品企业 在我们2017年的MIFB的展会上 他就与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企业 做了这个洽展 双方合作推出了一款 融合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特式的食品产品 然后推出了在马来西亚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所以这些都是 可能因为市场蛮大嘛 所以我们可能很难能够 把这些所有的成果给收下来 集结起来 但这些都是我们听到的 就是透过这个platform 在MIFB里面 我们通常不只是看接下来 就是你在展会上 达成交的那个成交率 我们还是会看接下来 三个月六个月 或者是甚至是在一年里面 这些都是我们measure 我们的那个销售额的方法 因为你的那个connection 是在MIFB的时候认识到 达成的嘛 就是透过这个展览 然后续的那个联系的工作 包括生意上的洽谈 这些都是我们长远 甚至我们会measure到一年的 那个销售额来看的 那么MIFB如果有这样子的 后续追踪的这个策略 或者是方案 会不会在这个洽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MIFB也持续的去扮演 中间人的这个角色 帮忙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 如果外资公司需要协助 我们是会提供 某一定程度的协助 好比如说 比如讲一些中国商家 他可能需要一些翻译的工作 那我们是可以重帮协助的 甚至是他们需要 我们帮忙去find out 更多information on 政府的这些政策 这些我们都会 作为一个中间人 帮忙提供这些信息 给这些外资商家的 了解 其实从MIFB过去 有20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 马来西亚甚至是 区域的市场来说好了 在这些年下来 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粮食的议题 或者是餐饮行业的技术 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尤其是后疫情时代 会不会有的人 他们关注的一些 餐饮行业的趋势 有一些明显的不同 后疫情我们看到的是 人们对健康和可续性的 关注程度增加 他们会比较 要吃的健康 对 他们会比较想知道 这些产品的出产地 还有他们的生产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看到 那个餐饮业务的数字化 很多的那个order taking 都是用平板来下单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用e-wallet 来做payment这些东西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会看到很多商家 包括小型的他们也会也在尝试 这个网络的营销 来就是 开通不同的这个销售渠道 这些是很明显看到的变化 跟以前before疫情的时候 人们prefer出去吃东西 现在完全不一样 我比较喜欢在家吃东西 上网点一点就送到了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这些趋势它会不会也在改变MIFB的参展方 他们可能在MIFB设置摊位的时候 他可能要主打的一些销售的方案 或者是产品就不一样了 是的 他们的确是会根据现有的那个趋势 来更改他们的所要展示的产品 还有他们的产品卖点 像今年MIFB 我们就用不同的sector来区分我们的商家 当然其中一个 就是因为现在的人比较关注健康 或者是healthy food这些东西的 所以在MIFB今年 我们也有主推naturally healthy的segment 就是专主打这些可能是plant-based的 有营养的比较健康的这种食材的一个sector 我们会根据现在的趋势 然后来再identify比较重要的一些sector 然后我们就会在MIFB上面呈现出来 在展区上面有一些调整跟设计 我记得2023年的MIFB 是在6月份左右举办是吗 7月份 对 OK 具体的日期是在什么时候呢 7月12号到14号 OK 所以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 差不多三个月之后 Helen 你跟你的这个策展的团队 其实在策展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一些目标或者期许 今年的MIFB 你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今年的MIFB我们是希望回复到疫情之前的那个蓬勃景象 OK 当然疫情之前我们MIFB最高纪录是曾经带进了两万名买家 专业买家 这些就是我们商家想要的人群 想要的生意 OK OK 我们当然也希望今年2023年的MIFB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数目 就是两万名买家 然后带进超过350家的商家 然后我们也希望促成三亿美金的那个小售额 在MIFB上面 因为这些都是往年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达成的数据 当然疫情过后 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复原 然后去带动这个市场了 了解 其实Helen按照你现在 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是展览开展的前三个月 按照你们这个策划的过程 其实要达成这个目标 你是乐观的吗 非常乐观 非常乐观 那显然这个筹备的过程是非常的顺利 到目前来说 有一定的挑战 但是我可以说是还蛮顺利的 是那我们就在这里预祝马来西亚国际食品展 能够继续的在2023年回归实体之后 能够像过往的这个熔景一样 有这么热烈的反响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 在这个国际食品展上面 最终获利的会是马来西亚的市场 所以也希望马来西亚国际食品展 持续的为国际或者是区域 甚至是马来西亚自己的餐饮行业 引进更多的这个投资商机 今天非常谢谢马来西亚国际食品展 策展方Constella的活动总监 Helen温海伦 谢谢你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